新的美容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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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黎 今天要來介紹最近超行的韓國MISSTA 還有LIVE ADUS 合作的一系列彩妝品 真的是超可愛 但是也很好用 之前呢都要特地請朋友然後飛到韓國代購才買得到 可是現在呢在府區城市就可以買得到了喔 然後呢我也會用他們來示範兩款妝容 首先第一款示範的妝容是適合外出約會的輕鬆小女人風格 底妝的部分可以使用熊大無瑕款氣墊粉餅 快速的把臉部的小瑕疵遮住 然後呢拍打上妝的方式是從臉頰開始 然後呢再帶到鼻翼、下巴、額頭 最後再帶到眼中 接著在顴骨的位置拍上淡粉色的氣墊腮紅 整個跟氣墊粉餅融合在一起看起來就像是自然散發出來的好氣色 眼妝的部分呢我們可以先使用第一格有點像是膚色偏金色的眼影做個打底 接著呢在使用眼影棒粗的那一面沾取棕色的眼影 直接塗抹在上眼皮約一公分的寬度 然後沾取橘色的眼影 一整條塗抹在下眼影上 這樣子看起來就像是有個閃亮的臥蠶 最後再刷上上睫毛跟下睫毛 由內往外延伸拉長 刷出漆黑的睫毛 整個眼妝看起來就非常的乾淨有神囉 唇彩部分我搭配的嫩唇露式葡萄柚冰茶的顏色 看起來就是粉粉嫩嫩的非常的juicy 看起來就很好清 妝容完成囉 這樣子不管是休閒的穿搭 或者是甜美小女人穿搭 都非常適合 第二款妝容呢 是非常適合參加Party的微信感派對風 體妝部分呢搭配的是沙莉保濕款 這樣子呢可以讓你一整天 膚質看起來都水水嫩嫩的 像是會發光一樣 非常適合參加Party使用喔 而且遮瑕度也很好 接著再使用粉色腮紅拍打在顴骨的上方 整個看起來就會非常粉嫩囉 眼影的部分可以先選擇使用霧色的眼影 塗抹整個眼窩做個打底 接著呢在上眼皮約一公分的寬度 刷上藕色的眼影 用桃粉色眼影在眼尾處 描繪個眼尾加長的眼線 讓眼妝變得更有重點喔 最後再使用香檳色塗抹下眼影 將整個臥蠶打亮 這樣子眼神看起來就會變得更無辜又閃亮 接著還有上眼皮的地方 也整個打亮 這樣不管是張眼或者是閉眼 眼睛都會變得閃閃亮亮的 非常漂亮 當然也可以在下眼尾的L區域 塗上藕色眼影 這樣子呢眼神看起來會更加的無辜喔 再刷上乾淨又漆黑的沙莉3D睫毛膏 眼妝就完成囉 唇彩部分可以選擇色彩比較鮮豔的嫩唇露做個打底 接著呢可以使用衛生紙 將多餘的嫩唇露擦掉 這樣子呢就可以變成是霧面的唇妝感覺囉 非常適合參加Party有個性又有甜美感的妝容完成囉 以上呢就是今天介紹可愛又好用的彩妝品們 然後還有兩款妝容的示範 喜歡我的影片嗎 歡迎幫我按個讚喔 我就會很高興了 然後呢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下次希望我拍整個影片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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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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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